要说2021年度最佳恋宗 肯定非单身及地狱莫属了 这不综艺就是把猛男辣妹们凑一起扔到地狱岛 每晚只有互相匹配成为情侣的一对 才能去天堂岛享受豪华酒店跟美食 度过浪漫约会夜 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刺激呢 而且啊 里面的几位美女各有各的味道 青春派深之宴 豪爽派江素颜 性感派安逸元 还有几以上优点于一身的宋志雅 她无疑是最亮眼的一位 刚出场就直接把男女嘉宾们都迷住了 不仅是现场的嘉宾 一大波网有光是看着屏幕都纯纯被吸引住了 对 说的就是你 这段时间随便逛逛大岩仔小红薯某音都能刷到她 漂亮自信还会撩人 这谁遭得住啊 根志雅拥有爱情这一天 她穿了一身精致的小香香裙装 气质极佳 看上去像个高贵千金大小姐 再加上这优秀的颜值 在几个女嘉宾中真的实属亮眼 不说话 脸上表情很清冷 有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而后来跟大家一起做饭的时候 又会特别亲切地问哪里需要帮助 主动去接触大家 马上就消除了距离感 这样心理预期的反差 也让男嘉宾们更想接近她了解她 不过光是漂亮光是亲切 怎么可能就这样迷倒全网呢 让大家都对她啊 是因为她还有一个绝技 撩人 而且真的很会 比如给心动对象写明信片的时候 别的女嘉宾都是细数一天的相处瞬间 而至亚只给了两个字 오빠 两个字 狠狠拿捏到位 点到为止 又撩人心弦 晚上约会 男一问 为什么选自己的时候 她直接打之球 不管怎么追问 都没有犹豫 一个对是一个点头 让男一知道 你就是我的首选 跟男二约会 男二说自己 幸福的像喝醉一样时 他也没有装作矜持跟害羞 而是直接问 是沉醉于我了吗 男二说 自己喜欢会撒娇的类型时 他说 我很会跟男朋友撒娇 还补一句 没人知道这件事 瞬间让男二有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的感觉 这给谁谁不心动 男二招架不住 直夸直哑可爱时 他说 光是这样你就觉得可爱了吗 那你以后会被我迷晕的 谢谢 我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了 两人泡温泉 男二面对穿着性感泳装的智雅 感到很心动时 他说 那你一定不想回家了 看看这支球连环泡 男二嘴角都要翘到耳朵上了 而且重点是 不管跟男一还是男二交流的时候 他都会直视对方的眼睛 眼神温柔又深情 杀伤力十足 家人们 学习一下 智雅能这么自信这么撩人 当然很大部分原因 是清楚自己漂亮 而且善于展示出来 而他的漂亮是与生俱来的 爸爸年轻时就非常帅气 浓眉大眼的 放到现在也是标准帅哥一眉 智雅长大后越来越漂亮 也曾因为长相跟 詹妮 张元英有相似的娃娃脸 被称是两人的结合板 上过好多次热铁 身材火辣到不行 风腰长腿直脚尖 肉都长到该长的地方去 日常也很会穿 裤 撒 唇裕 什么风格都能驾驭 要拽姐 拽到你无话可说 要辣妹 辣到你转不开眼 要甜心 甜到你一阵酥麻 关键是长得漂亮 身材好就算了 他家还很有钱 韩国有个说法是 前有汉江 后有首尔林 都是知名的高价楼盘 智雅就住在首尔林 超20亿韩元的 Trimmage豪华公寓 这里出入的几乎都是一线明星 请问投胎多少次 才能有这样的生活 他身边也从不缺大牌 在节目上展示过不少 Gucci Channel LV Prada 重复的单品目前还没出现过 我相信很多人喜欢他 都是因为他长得好看 嘴巴甜 但他的自信与清醒 才是最有吸引人的地方 有人说他大小眼 但他认为这是魅力 有人问他釜山方言 在生活中会不会遇到麻烦 想不想改 他说 别人讲首尔话 我说釜山话 这样有特色又有魅力 韩国公众人物一般说首尔话 因为大家会觉得方言土 做直播的时候 对观众也非常坦诚 掉了鼻子大放说 家里有钱也不避讳 从不遮遮掩掩 还会为粉丝们解决烦恼 学会去爱自己 句句都是人间清醒 不要在意别人的言论 自己的人生别人管不着 别人喜欢指手画脚 就左耳机右耳出 废话一概不听 拒绝无效交际 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 且还会给你带来负面情绪的人 直接让他们滚出去 公司工资高 但压力又太大 就去休假放松 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思考 留还是走 男友频频伤害你就直接白白 他没资格这么对你 你自己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 从人际关系 聊到工作 再到感情 你都能感受到 他是个三观症 有想法且很自爱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成为了很多女生的wannabe 最后 你们喜欢智雅吗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 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